当阿尔德里奇拿到20加的时候,马斯就要赢球了,现在的阿尔德里奇已经成了马斯赢球的晴雨表。 今天阿尔德里奇出场37分钟25投14中砍下了33分四个篮板,阿德轻取20加,马斯又拿下了一场来之不易胜利,步行者对关键时候给马斯送温暖。 希望马斯明天继续稳住,能够来一波连胜,可场五连败的尴尬战绩终于结束,马斯最近赢场球实在是太难了,而马斯的赛程又是十分的艰难。 一波次联合袭兰,相比较起前几场比赛的发挥,阿德本场比赛可以说是要封得封,要欲得欲,打低十分的顺,步行者今天没有包夹,阿尔德内线打得很舒服。 在进攻端他多次命中招他的中距离投篮,半场看下18分,现在的阿尔德在马斯可以说是什么活都干了,老老实实的听老爷子的打中锋, 有人形容本赛季的阿德,要么超着要么超鬼,本赛季至今阿德男二十加,的比赛马斯发生领负,首节比赛开始后,马斯就轰出了19比7的攻击波,上半场的比赛马斯保持着比分上的领先,而步行者也是紧追比分,半场比赛打完的时候马斯领先9分,第三节的比赛马斯也是越打越选,马斯一度将温差或打到了20分。 第四节的比赛,步行者一度将温差追到只差11分,关键时刻扶布斯三分命中,盖一空切上来命中后再中3分,比分再次被拉大到19分,步行只追分无望,比赛也基本是进入垃圾间间,最终马斯战胜步行者。 在赢下半场比赛后,马斯以十胜十负的战绩,排在了西部第十的位置,这个赛季的西部可以说是打得十分惨烈,赛季开始没多长时间,几后三名额的争夺就已经进入了大乱斗阶段,灰熊和快船更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排到了西部前三的位置。 而马斯的后面还有森林郎,爵士,独行一下,马斯这赛季想要进击击后赛的路也是十分的艰难,说实话现在看马斯的比赛,看得那叫一个提心吊达,祝福马斯越走越远,希望阿德的发挥能够越来越好,越难越稳定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